我住安坑这里43年了 新殿是一个青山沥水好人文的地方 我一住这里我就深爱这里了 我是陈锋贤 是一位豪芒雕刻家 也是一位艺术爱好者 进入了中央音质场 这是我一个转类点 中央音质场的工作呢 是在刻钞票板 这个钞票板我们要练习怎么样 刻花边啊 刻人物啊 还要刻文字 怎么样把大字呢 大话变成小字 怎么样把画很大的素描 有没有变成很小的素描 这两件作品呢 把我带入了小人国的世界 我太太跟我讲一句话 你喜欢吃饭喜欢做微小的 你那个饭你不会拿去做啊 我太太给我刺激耶 叫我这个米粒拿去做 太太太一句无心之言啊 给我了一个很大的灵感 豪芒艺术呢 有五意哦 有维书 维书就是写很小的字 叫维书 还有维画 画很小的画 维书维画 维雕 雕刻 雕刻 雕立体的 维刻 刻很小的字啊 刻很小的图案 还有维树 树就是雕树的树 用泥土去树起来的 有这五意哦 这本维小书算是我最喜欢的 它把我带到国际世界的舞台上面 新殿呢 让我流连的地方就是碧潭 新殿呢 已经生根了快30年的专文化 这个专文化呢 在新殿呢 黑起源于 夏城设计这里 以前有两座砖窑厂 非常庞大的砖窑厂 夏城里 这是一个很淳朴 很有乡下风味 保存很好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70多年来呢 都不能建设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很多山河宴哦 这个家呢 已经有220多年了 是从大陆的漳州过来的 保存得很好 目前呢 还有人在居住 整个夏城社区的里民呢 一起玩艺术 这个砖雕墙呢 很有意义的地方是说 它是由400位里民老人家 他们亲自刻画出来的 这些老人家 目前一半呢 几乎已经不在了 他们的子女 他们的下一代 常常的会来缅怀它 这一面墙呢 很有教育的意义在这里 蓝雀 台湾的国宝 这个巷弄呢 非常的清幽 有一对蓝雀呢 经常在这里飞来飞去的 前一阵子还看了三字 表示它已经有 繁殖到下一代了 既然蓝雀是 我们这里看得到的 特有的鸟类呢 账贴在这里 让民众可以知道 夏城社区呢 是一个很清幽的地方 竟然连蓝雀都会来这里 表示这个地方 有它的临近在 不会干扰它 早期呢 因为滥捕毒鱼 这个香鱼在新店西灭结 后来从日本引进种苗 香鱼又在我们新店复苏了 新店的香鱼 算是我们台湾客有种的 所以说是新店的母亲鱼 我最多的邪徒一次 有一万一千多人 我在碧坛呢 办了一个雀桥 一万一千多人 同时间在碧坛做一个砖雕 哇 一万一千多人 后来又在碧坛办了有 三千多人的砖雕 在碧坛的吊桥 下去右边那里 现在有人在练太极啊 在跳舞啊 那个墙壁上面有写 永爱碧坛 那几个字就是我做的 解音站上来那个楼梯 知识型砖雕墙啊 那个知识型慢慢走走到碧坛 下来 那个墙呢就是 雀桥万人砖雕墙 碰到陈老师以后 我才开始了我的砖雕的梦想 形面变为立体 这是有难度的 当你要把它转成立体的时候 一定会不知道该怎么 从何下笔啊 或是说我们的深险啊 高低啊 如果说我们没有把作品 雕得很生动的话 就会有挫折感 把它呈现它的精致 而且把它呈现像一朵花 我们如何让花人 感觉是会跳舞的花 不是一朵很死板的花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的精神 阿嬷他们雕刻的作品 然后贴在墙上 那你老人家阿公阿嬷不在吗 甚至你说有可能当初 你有跟你的爷爷奶奶一起来执行的 但是他们不在了 可是你可以从这些砖雕作品上 找到他们的影子 找到曾经你跟你家人的连结 我觉得这是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这个砖文化在新店呢 它是曾经辉煌过 希望这个砖文化呢 能够后续的美化我们整个新店 把新店打造成一个艺术博物馆 让整个新店呢 变成一个世界的博物馆 让世界的人来我们新店 我们引以为傲的 新店最美就是人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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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谢谢 好 谢谢 三 二 一 开始 好 当这么大的 好 当这么大的 好的 对 看来 好的 大家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